人家说女人是水造 我觉得是因为女人的心很柔和感情很丰富 而这件事也是女人最值得珍惜的特质 我每天都会发掘能令自己感动的事 即使是很细微的朋友一个很简单的问候 或者是下班之后见到我的妈妈在门口迎接我 都已经是令到我觉得很窩心 有时每个工作都会很害怕皮肤会变干 没有了弹性 所以防晒和不间断地补水真的很重要 可以保持肌肤柔软水润很柔软 值得好好珍惜和保养